作为汉武帝的嫂子西汉中山晋王留胜的正妻 斗婉身边的宝物何止一座长性宫灯呢 比如下面这个宝贝 普捉低调坦率 价值无法量化 它是童祖性生殖器高仿真艺术品 关于童祖的用途 历来有两种推测 第一种推测为生殖崇拜 汉朝人以童祖陪葬 可能有祈祷多子多孙 枝繁叶茂的寓意 这种风俗远远流长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多处文化遗址均有陶祖 墓祖十祖出土 分布在东、南、西、北各省份 可见是一种痊愈性 华夏先民普遍共有的习俗 根据考古报告 在已发掘的汉墓中 除了窦婉墓 其丈夫中山晋王留胜墓中 也出土一支御祖 和童祖指示材质不同 此外 须一大云山汉墓 宜征连营西汉墓 西安三殿村西汉墓 西安北郊正王村西汉墓 汉阳陵陪葬墓 辽宁辽阳苗浦墓地 西汉专世墓等汉墓 亦有童祖出土 但总体而言 汉墓以童祖陪葬 十分罕见 因此 这些有童祖陪葬的墓主身份 特别值得关注 童祖有可能是地位达到一定高度的汉朝上层人士 所尊享的随葬品 桂圈标配 普通人负担不起 也没有资格使用 关于童祖用途的第二种推测为成人用品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 中山晋王家的童祖显而易见是豆碗的用品 在夫妻生活中 豆碗的丈夫刘胜似乎不大靠得住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 汉武帝刘彻的一母哥哥 封爵中山王 嗜好为敬 刘胜载入史册的事迹主要有两条 其一是趁燕慧之机 实施枯见 引经据典 借古讽金 把官吏七零诸侯王的问题 奏文汉武帝 小知以理 动之一情 成功推动汉武帝废除官吏 检举诸侯王的权利 改善宗室诸侯的待遇 照此看来 刘胜智商 情商都不低 也比较有胆识 但是 有才不一定有德 有能力不一定有大志 刘胜旨在酒色 为提高西汉的人口出生率 而不懈耕耘 就是他毕生的事业 他曾经嘲讽同母哥哥 赵敬肃王刘鹏祖 哥哥 瞧你这个诸侯王当的 专门前地方官吏的活 多管闲事 要每天看演唱会 进夜店 把妹泡妹 才是我们诸侯王该做的吗 刘胜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而刘鹏祖的回击 也从侧面证明了刘胜的诚实 中山王只进卧室 不进办公室 不服佐天子安抚百姓 还配做什么翻臣 结合刘胜向汉武帝上奏的情节来看 其单酒好色的行为 也许有自污必获的考虑 在古代 宗氏和勋贵 往往以沉眠酒色才气的方式 表明自己对江山设计毫无野心 从而杜绝君主的猜忌 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不过 享受53岁的刘胜 一生育有一百多个子女 要说他完全不得以为之 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 我反正是不信的 个人认为 刘胜一半以上的动力 源于爱好 他真心酷好此道 是一根或真价实的大猪蹄子 在任何年代 遇到这种极品猪蹄老公 都是女人的不幸 咱们以健康女性正常的生育能力 为参照 算一笔技术账 即使刘胜做到正房红旗不倒 天房彩旗飘飘 他至少90%的子女也不可能是跟豆碗一起造出来的 豆碗孤枕清寒的夜晚必然很多很长 然而他不能离婚 所以信老公不如信童祖 此外 根据考古学家对须仪大云山西汉江都王牧童祖的分析 也不排除童祖为江都王妻妾们的藏品 看来 豆碗不是一个人 假如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 豆碗们当然令人同情 但在古代社会背景下 皇室女性堂而皇之用童祖排遣寂寞 并大大方方的把童祖带去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 也是西汉社会较为开放包容的表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成人用品不断推陈出新 但却不能再登大雅之堂 据成书于五代 北宋时期的日本汉方医书一新方引述中国预防秘诀记载 某种粉末 象牙都曾出现在情趣用品店的货架上 然而 一新方作者丹波康赖对此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他引用先秦道家彭祖 注意不是留上哥哥留彭祖语录 客串一把女德颁奖诗 严厉警告广大女同胞 用那些东西会折瘦 老得快 死得早 彭祖云 见云所以使人不受折 未必鬼神所为也 或以粉内阴中或以象牙为南京而用之 皆贼年命早老宿死 这位丹波康赖是汉朝皇室后裔 他的祖先阿刘王系东汉林第一孙 为躲避战乱 于西近年间东渡扶桑定居日本 因此丹波康赖和西汉皇室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但他已不认同西汉皇室先祖的同祖爱好 关系远近不重要 关键是时代变了 据中书和论文 脚先生与肉葱蓉引用清朝道光18年1838年版林兰湘小说的描写 当时售卖成人用品的春药店在柜台上放置前盒 女顾客静静地来 一言不发 直接把订金放进盒子里就走 等店主完成订单 顾客又静静来取货 同样一声不吭地离开 兵主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半个字的交谈 事实上由前述交易细节来看 应该是连照面都不打